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給大家介紹第二款 我最近入手的 也沒有...就入手一陣子了 就這雙沒有鞋盒 年代比較久遠 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這雙鞋子 知道麻煩 在評論區打 知道 這雙是JODAN 30 叫QUAD 54 就是法國的街球 然後也是銀河 我就很喜歡銀河這個主題 銀河真的是我一個很喜歡 我喜歡...大陸叫銀河噴 台灣叫銀河太空 我都有收集這些鞋子 這是相當棒的系列 銀河很漂亮 先看一下車面 然後鞋頭 它鞋頭這次會反光 很特別 然後內車 弄得像宇宙一樣 那也是漸層色 然後後跟 OK來談論一下這鞋子 這鞋子首先 它的鞋頭 就是大家看到這裡 這裡會有很大的磨損 因為它是做這種熱熔的材質 就是熱熔材質就會隨著你打球 然後稍微的刮到 就慢慢的推掉 不過這上面還可以做反光 當初它做熱熔是因為要保護腳趾 然後再來它的 來談談它的 來 它的鞋舌 鞋舌是CRAV54的標誌 接球的標誌 大家可以看一下 OK 接下來談論它的 它的 它的鞋身的材質其實挺特別的 有點編織的那種感覺 然後它的這個 後跟這個是用刺繡的 象徵像一個藍王 然後它後面剛好有一個 叉叉叉 就是叉代表十歲 就是三十代 第三十代 又一個新的四代 然後它的 鞋舌是用 它的鞋墊是用 那種 那種磨砂材質 穿著會更舒服一點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得清楚 在這裏面 抽出來給大家看 它長這樣 有點磨砂材質 OK 接下來給大家看一下 這個 它的鞋後跟比上一代 那要說 三十代又二十九代也改良版 它後跟多了這種 因為這種填充物 讓你穿著的時候 會更舒服 然後它底也是相當的軟 它的外側是那種 比較硬的材質 就是支撐你的 你的腳 然後不讓你滑出去啊 然後也是防側翻相當的不錯 這雙算很老的鞋子 我覺得 因為現在都出到第三十代了 然後它鞋底也是挺耐磨的 給大家看一下 鞋底的紋路也挺耐磨的 挺明顯的 是一個三十 然後九等的LOGO 然後 中底也是用這種 固定 固定住它的 這個Fly Speed 去固定住它的整隻鞋子 整隻鞋子 你從它的鞋側邊 到鞋面都可以 看得出比較特別的圖騰 在這邊 然後比較特別的圖騰 就是象徵的 說是宇宙的神秘 OK 接下來看一下十座 要看一下 Jolan Sands Galaxy 銀河的十座 側面 正面 後 內側 相當好看 不管是打球 還是出門逛街 相當好看 背面 鞋底 側面 銀河的元素 今天就是 帶來給大家 就是Jolan Sands Galaxy 銀河的鞋瓶 希望大家會喜歡 我覺得這三十代 人家說是實戰 很好穿的 實戰神器 所以我覺得蠻推薦給大家的 這雙入手家不貴 我入手大概才五千塊台幣左右 因為它是限定的配色 所以比較貴一點 如果正常配色兩三千 就可以買得到一雙 但是是九成星的 不是全星 全星也差不多五六千 相當推薦大家入手一款 有故事型 又好穿的 我覺得這雙鞋 打後衛的很適合 OK 喜歡我的頻道 請按讚訂閱分享 謝謝大家 Peace